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房租也能过 勉强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我爸妈现在也还在打工上班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没啥负担 大理家是市区的 父母双职工 他爸是公务员 很普通 无前无事清水衙门那种 他妈是企业员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他家一直觉得我是高攀他了 其实当初是他主动追的我 而我呢 和前任是大学同学 四年爱得死去活来 最后他劈腿劈得花样百出 我承认 我是被伤害被抛弃的那一个 可并不说明我就会降低标准 去随便接受一个我不爱的人 大理算是走进了我内心的男人 我也是真的想和他天长地久才谈到结婚的 之前 我爸妈一早就和我说过 咱家不管咋说 也算是半个农村的 他家是城市的 别让人家看低了你 所以彩礼这些 咱们都不要为难他 看他家的态度 只要不欺负你 真心对你好就行 大理说 他们家那边是没有彩礼这一说的 嫁妆如果我家愿意给 那都是我的 他不要 也不参与 一切随我家 我们大致商定如下 东房 他家几年前已经给他交了首付 去年也装修好了 现在他每月还贷款 我家给我俩买辆车 大理他爸妈 在我们结婚人要结婚时 很认真地和我俩说过一次 结婚是你俩的事 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帮衬 可也不能全靠父母 你俩也工作好几年了 所以就习婚纱 蜜月 以及首饰衣服 你俩自己准备 我家这边 有娘家给新女婿买新衣的讲究 我爸妈就问我 给他多少钱买衣服合适 我问大理 我的首饰衣服 他要不要准备 他说 他有十来万存款 到时候就习婚纱 蜜月 他负责 再给我三万 我自己看着买衣服首饰 我可能是个很容易被满足的人吧 当时就觉得心里特甜 我乐呵呵地对他说 行 那我也给你三万 你去买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自己也有点存款 虽然不多 但我愿意拿出来给他买衣服呀 他问我 为啥是你给我三万 不应该是你爸妈给我这个未来女婿吗 我当时迷迷糊糊 压根没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还屁掉屁掉 傻乐地跟他说 他爸妈说的没错呀 结婚毕竟还是咱俩自己的事 我愿意给我的新郎买衣服 不管怎么说 我一向自觉是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是追求男女平等的 我也讨厌很多女性结婚时吃相太难看 所以 尽管我同学都骂我 说我这也太好打发了 我还是同意大理家的安排 我妈总觉得不太好 她私下和我念叨过 男方家一分钱才也不出 这个态度是不是不太好 以后你嫁过去会不会被看低 我想 人总是讲道理的 我不要 因为我觉得结婚本就是件平等的事 又不是问男方讨要什么的借口 而且 我们聊天时 大理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 我觉得以后 她和她家人也不应该就这件事说啥吧 也就没把我妈说的话放在心上 我妈说 原本我家给我准备了16万的嫁妆钱 因为害怕我年轻不懂事乱花 再说嫁得也不远 就先给我8万 以后生孩子啥的 如果需要她再给 反正家里的以后也是我的 我爸妈一再交代 这钱是留给我傍身的 千万不能随便拿出来 不管婆家和大理有什么原因 我都不要拿出来 也不要说 事后 大理问过我好几次 我妈给我多少私房钱 我都是白她一眼说 你问那么多干啥 反正也和你没关系 她就黑黑干笑两声不说话了 原本定的十月结婚 我婚纱照都拍好了 伴手礼也都订好了 这都是我出的钱 大理说回头一起给我 我也就没当回事 到现在都没给我呢 她家忽然提出要延期 她爸说 不延期就先办酒席再领证 我一头雾水 因为按照我的常识 不应该都是先领证 后半酒席吗 再三追问下 我才知道 原来她爸妈的骚操作 正在进行中 她爸要走大理所有的存款 大概十五万 又添了三十来万 把大理那套按街中的婚房 一次性交清了 之所以延期 就是因为房子手续还没办好 房款交清后 大理他爸要把房子拿到他自己名下 我问大理 那你现在一点钱没有了 我们蜜月咋办 酒席咋办 她说 她准备贷款十万 应该够这些费用了 还和我商量 能不能不给我那三万买衣服首饰了 也不是现在非要不可 以后结婚了 慢慢买呗 看我没说话 她只能乌乌半天 又说 不带款也行 你有你妈给你的嫁妆钱 先用 行不行 婚后 我慢慢还给你 结婚就这一次 我也不想你凑合 也希望 你能给自己买几件 好看的衣服 和喜欢的首饰 就算我借你的 行不 我原本从来没想过 她将婚前给她买的房子 和我有啥关系 但我一直还计划着 婚后要和她一起还房贷 我知道婚姻法 如果我一起还贷款 就算将来我们万一要离婚 我还的那部分 也是有分割比例的 我觉得这很公平 但是现在 她家这样操作 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了 行 衣服首饰没关系 谁都别给谁钱了 大不了各买各的 可这样就等于 她宁下根的没有房子 虽然 就算有 也和我没啥关系 可有和没有 是两个概念啊 哪怕你一开始就说了没房 做好了租房结婚的准备 也和你一开始说有房 到了结婚前 忽然告诉我没房 是不一样的 我结婚找个老公 他自己没房 等于我们住的 一直是他父母的房 我没安全感 再想到 以后怀孕生孩子啥的 我更是心里不舒服了 我和大理吵架了 我不同意 哪怕房子和我没关系 但是必须是你的房 不然 我最就是嫁了个没房没车 还背十万欠款的男人 我是找不到对象了吗 没想到 他比我还先几眼了 直着脖子和我吵 一口一个 那你根本就不是看上我这个人 是看上我有房了 那要我就是没房 你还不嫁我了 那你和我 谈恋爱谈的啥 我嘴笨 一时竟被他对得哑口无言 气死我了 又还结个屁的婚 我回家直接告诉我妈 不接了 拉黑大理的电话微信 通知朋友同学 我婚变了 婚礼取消了 我妈气得都想去找他家吵架 被我劝住了 然后 我妈就一直责怪我 说都怪我 财力也不要 搞得自己多不值钱一样 所以 别人才会越发的欺负你 说起来 我妈也真的很神 她气得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还头疼 喊完就一脸严肃的问我 你决定不结婚了 你俩不是吵架 过两天就和好 我点头 保证不结婚了 我妈下一句话 直接让我想当场离家出走 我妈说 那你把那八万还给我 那是给你准备的嫁妆 不能现在给你 还给我 这是去年九月的事 紧接着 大理骚扰了我一段时间 他爸也上门来和我父母谈了一次 大意就是 他家就他一个孩子 以后还不都是大理的 现在之所以更换户主 就是怕我们太年轻 做事不靠谱 也不是其他意思 就是帮我们看着房子 等几年 我们自己有孩子了 懂得父母心了 再过户给大理 他爸让我不要多心 不要想太多 还说 到时候我们都结婚了 再过户赠予大理 可就是婚后财产 也有我一份的 我很生气 他爸可以欺负我爸妈是农民 一辈子没啥见识 可好歹 我也不是文盲 真当我不懂婚姻法呀 我爸一辈子忠厚老实 不爱说话 大理他爸走后 我爸就说了一句 这家人太精明 你算计不过 算了吧 找个没那么多事的人家吧 事情过去一个多月 我才想明白了 他家的意思 还是他爸说那句 年轻人做事不靠谱 房子在他名下不放心 才让我想明白了 估计他爸妈害怕结婚后 我会说动大理 用房子贷款 我们再买一套房啥的吧 唉 他爸不说 我真是压根没想过呀 原本我以为 我俩到此为止了 但今年五月 他又跑来找我 过完年 我妈娘家的村子拆迁了 原本按照农村的规矩 嫁出去很多年的女儿 拆迁都是不会算在内的 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我妈他们那一辈的人 有谁家因为拆迁 女儿和家里闹的 约定俗成吧 还好 现在大多数人家 都会把女儿也算在内了 可是我舅舅人很好 非要给我妈一套房子 我姥爷去世早 舅舅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一直贴补他 这些年 我们两家关系也很好 我姥姥经常会被我妈 接回我家住些日子 有时我舅妈下班 还会从市里开车跑过来 看我姥姥 让我妈给他做薄饼卷菜吃 然后就很神奇的 我在市里有一套七十多 不到八十平的房子了 虽然位置离市中心有点远 但门口有地铁就很方便 虽然可能两三年以后才能交房 但是我有房子了 原本我除了傻高兴 也没想到其他 可是大理弄个小号微信 来加我了 其实他说第一句话 我就知道是他 直觉呗 他还是成功的恶心到我了 我加的事 他肯定知道 我俩本来就是我同事介绍的 我同事的老公和他一个单位 我那个同事大姐家 就在我妈他们村 大理说 现在你是不是可以和我结婚了 还说他现在有点钱 差不多够九席蜜月了 不用借款 我问他 为啥你就觉得 我们现在可以结婚了 他说 你不是也有房了吗 你可以也把户主放你爸妈名下呀 这样不就公平了 他还说 理论上咱俩都没房 但实际上咱俩都有房 这样就不存在没有安全感了吧 我仔细琢磨他的话 理论上没错 可实际上恶心的我想抽他 我给他发了两个字 去死 我还想恶狠狠的臭骂他一顿 因为没想好反击的话 我就暂时没再搭理他 再说 那会儿我游戏GP正在喊我上线 我没空理他 又过了两天 我都快忘了 他忽然又发消息给我 问我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留恋过去 毕竟我们相处得那么好 还问我要不要给他个机会 我一小长假 他带我出去玩 我连回复都想麻烦 直接拉黑 我把对话截屏发给我同事大姐看 大姐说 大理和我分手后也相亲好几次了 可是每次对方一天没彩礼 还没房 就都没有下文了 大姐还说 像他家那样的 我估计你都抱完了 他还相亲呢 你别理他 我想想 大理可能真的挺后悔 毕竟像我这样的傻子 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